蕾蕾曾经是超模 是因为什么样的变故 突然眼睛看不见了呢 这故事啊 还要从20年前说起 那时候的蕾蕾呢 长得好看 身材高挑 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17岁的时候 她便成为了一名模特 而且还和当年的名模 吕燕取影 同台走秀 1998年的10月份 蕾蕾参加了 中国首届宁波时装周 当时这辽宁省的模特代表 仅仅有两位 她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演出当天 走秀的时候呢 蕾蕾突然眼前是白茫茫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了 没办法 她只能是跌跌撞撞地 完成了演出 然后摸索地走下了台 怎么会突然这样呢 经过检查 蕾蕾患上了一种 十分罕见的演技 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 医生说即使是努力 把视力维持到40岁 但是最终还是要实名的 这整段书就是一道晴天霹雳呀 彻底击垮了蕾蕾 因为她知道 即便是自己接受了手术 将来还是要告别 自己热爱的T台 就这样蕾蕾的人生 从彩色变为了黑白色 她只能用极其微弱的视力 来看这个世界 其实在她的心里 她的人生就如同 她看到的这个世界一样 即将一片黑暗 一直到2003年 一个男人的出现 让她收获了一段甜蜜的爱情 还有一段美满的婚姻 从此 她的人生又重新变回了彩色 婚后的一年 蕾蕾怀孕了 而还没等他们享受 出为人父母的喜悦 大夫的一句话 却让他们陷入了不知所措 大夫说 如果说你要这个孩子 很可能会加速你视力的恶化 加速失明 这个孩子要还是不要 全家人都陷入了两难 蕾蕾想了想 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这个孩子 我要 即便是为此 我失去了眼睛 我看不见这个世界 但是我也不能为了自己 而剥夺了孩子生的权利 2005年的10月份 孩子顺利地降生了 可是要知道 这个孩子可是用蕾蕾 极具地势力下滑而换来的 没想到2013年 蕾蕾再次怀孕 这一次一生下了最后的通牒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要 否则 你将彻底失明 可是当蕾蕾用模模糊糊糊的视力 看着他可爱的儿子的小脸的时候 他犹豫了 他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和先生提前离开了 世界上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孤孤单单的孩子 多可怜呢 于是蕾蕾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蕾蕾蕾 再次做了这个决定 这个孩子我要留下来 为了生孩子 放弃了自己的眼睛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 但是蕾蕾做这个决定 一点都没有后悔 她说 当孩子 暖暖的小手牵着他 亮亮呛呛地学走路 当孩子软软地用小声音叫妈妈妈妈的时候 他觉得 他做的决定太对了 这辈子 他能当妈妈 是他最为幸福的事 发文化 咱永远 峰 天 Mach